行政界的賴清德一一和企業大佬握手互動熱絡 包含張忠謀 高尚志 蔡明忠 洛景明等 二十多名企業家到場 坐下來與行政團隊面對面 我也敬請大家能夠投資台灣 我也要拜託大家 在企業方面也能夠提高 請多多指教 賴清德喊話要幫勞工加薪 但企業界回應 目前已有百分之五的加薪幅度 短期內不宜調升基本工資 工協理事長林伯峰 更需就五缺稅改新南向等議題 提問賴院長 但外界關心空污問題會不會造成缺電 也成為早餐會焦點 我知道政府有在思考 核四要改用天然氣發電 這部分看政府的電力規劃 我們都很關心的 但早餐會前 勞團守在飯店門口怒嗆民進黨政府 勞團客饅頭表達不滿 還爆發推擠 警方除了舉牌警告 還不起攔截網 但勞團怒砸饅頭 甚至還差點砸中張忠謀 這場早餐會不少企業家給予高度評價 認為賴院長有誠意 政府有直接回應 更有企業配合政策 會把薪資調高到三萬 只是勞工擔心再被政府出賣 恐怕勞資對立的緊張關係 還會持續下去 接下來有些微詳紅俊瑋 SN教室台北報導